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修了很多很多事很多事才修成佛道 刚好是在这一世的时候他修成佛 就是到这个沙佛世界 所以这个沙佛世界一尊佛 佛教来讲就是在这个沙佛世界成佛 有个问题想问你 到底这个佛教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信仰 还是一个所谓这些 佛教佛的意思 我们刚才讲到的佛陀的一生 这个是历史的佛 就是在我们历史 它不是好像一个神秘 好像这个石头包出来了 它自然的有历史的基站 这个是由人修成佛的 这个是历史 他所说的那是所说的法 这边才一种叫做记录下来就是佛法 那么佛法怎样延续到现在呢 就靠圣人嘛 所以佛法圣是一体的了 你延续他的佛 三宝 三宝 那么佛教的一三宝它的精神是什么 佛是代表一个绝而不语 这个叫佛 众生皆有佛性 只要你觉悟了 你也是佛 大家是佛 所以在凡不减 再胜不证 会增加 所以这个有佛性 但是我们这个佛性要开我们去开法了 所以就是这样 佛法圣只是 所以这个佛教到底是宗教还是 还不是宗教 还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 它比较不同 佛教它是因为觉悟宇宙真理 它自然就有直觉的道理 很深的这个东西 你看一个 因为其他宗教比如说 如果是其他宗教来讲 它是有一个上帝 然后有一个子民这样 有一个等级之分 在佛教里面就是说 你也可以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每个人如果他根据这种佛法去修行的话 每个人有一天也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在宗教那个真正的含义来讲 佛教不是宗教了 因为佛教里面没有所谓的主人和奴弟 对 佛教是第一个它是没有主奴关系 我们跟佛陀是一个师生关系 所以我们称叫本师释迦摩尼佛 他是我们的师 根本的老师 对对对 就是说他是老师 一天我们如果跟他学习 也可以成为一个老师 但是如果 因为佛教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他觉悟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所谓的 有一个上帝 他否认这个上帝来 控所有的人的复活 所有人的未来 都会受一个主宰的 那么佛教讲的主宰是自己的业力 所以就只要受轮回 有坐山就得山果 坐了就得荷包 而且你的圆命 也不是由于信不信谋的主宰的神 可以赏识你有福有祸 只要你是怎么讲 你是个好人 你记得修山 自然就是有能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s anak 您 leur给吃